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早警察針對民主派的元老 展開了大手部的行動 最後拘捕了八名前立法會議員 包括兩名政壇元老 分別是81歲的李柱銘 和72歲的吳靠儀 兩位是首次在香港被落案控訴 這宗消息已經引起了外媒廣泛報道 其中路透社說今早警察的行動 就是反送中運動以來最大的鎮壓 預計未來幾天更加會在國際政壇當中引起迴響 到底其中的攝氏人李柱銘有什麼感想呢? 他就說 至於吳靠儀暫時還沒有回應 其實今早的大手部行動 在時機上和港澳辦和中聯辦 分別就香港內部事務發表意見 非常吻合 很難令市民懷疑 到底香港警察今早搞大手部 是為了向這兩辦獻媚 向這兩辦擦鞋 還是根本上受到壓力 你不做大手部是不行的 而且香港警察趁疫情尚未結束的時候 就搞大手部秋後算帳 是相當陰險的 特區政府聲稱要為了推動防控工作 所以就要引用香港法例第599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來制定多條附屬規則 而且這些規則完全不需要經過立法會審議 只需要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同意 就可以通過 可以刊憲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把所有限聚令等 現在你去抓人 根本上市民是不能夠最終去反抗的 因為一旦有人出來搞示威、集會、遊行 就已經可以肯定違反這個限聚令 你亦不會批准 你說不准超過四人以上的聚集 這根本上是對公民社會最脆弱的時機 現在你拿著防疫抗疫這個雞毛 就當令戰 打橫行就可以了 凡見到有人聚集 你就馬上票控他 罰別人二千元 或者再犯的話 就要困他四十八個小時 這時候根本上是聚不到人來抗議 現在疫情未完結 所以這件事也做不到 好了 你就趁著這個時機來搞這些大手捕 所以當疫情是過去的時候 當十四日或者二十一日 再沒有確診個案的時候 你就應該是停止執行引用第五百九十九章所制定的規則 沒有可能無止境地長期限聚下去 這是在打壓公民社會 你在限制市民的自由 現在你說要防疫抗疫 大家硬著頭皮是沒有辦法的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有三十多名民主派的人士 就去到長沙環境處門外 聲援被捕的人士 那些警察馬上就喊咪了 三度喊咪了 還說現場的人士涉嫌違反限聚令 要求全部刪去 其實就是借了防控工作 來打壓這些人 所以現在根本上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就是成人之危 你就是趁人病拿人命 那時候說要全民抗疫 你又不是 你就在全民抗疫的期間 走去秋後算帳 使得市民想說抗疫也不行 官府近日的港澳辦和中聯辦 分別高調就著香港的內部事務 即所謂發聲 即是干預 根本上他的目的就是 就是要圍著所謂國家安全法來敲鑼打鼓 圍著23條立法來製造聲勢 好了 到底這23條是不是已經在來頭呢 你現在就已經開始高調抓這些政壇元老了 其實在日前 吳靠儀和梁家傑 分別就著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的表態 他們有作出回應 吳靠儀就說 中央開始向法庭施壓 若然最後就是以中央的法例來約束香港的話 連法庭都管不了 所以他就呼籲香港人要有多手的準備 那梁家傑就說 如果中央覺得香港已經變得不安全 完全就是中國自己造成的 如今中國是四面受敵 天下圍共就已經形成了 加上近日中國在疫情上的處理 引來了國際的不滿 他就說如果民主派是做到聘過半數35加的話 只會迫使中央用議會外的途徑 包括引用緊急法制定類似23條的法例 到時就會很難看了 如果特區政府真的不把23條的立法 交由立法會來審議和表決的話 他有沒有其他方法去執行呢 有沒有其他方法去實施呢 當然是有的 至少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跟梁家傑所說的一樣 就是由行政長官引用緊急法來制定類似23條的法例 去年就已經制定過一次 已經預演過一次給市民看了 就是制定禁蒙面法 在法院擾讓一輪以後 就是判決了原來行政長官引用緊急法 就是沒有違憲的 他是絕對有這個權力去做 所以他當然是可以再制定多一條 類似23條的規則 第二個辦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索性將國家安全法 夾到基本法的附件三當中 附件三是什麼呢 就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若然你不立法的話 由全國人大常委將附件三 加多一條國家安全法下去 那就不需要你自行立法 直接就是實施了大陸那一套國家安全法 如果去到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民主派是真的可以拼到過半數的話 特區政府交過23條上的立法會表決 肯定就是會遭到否決 他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呢 正正就是引用港澳辦和中聯辦的說法 就說某些議員 如果他是惡意拉布 或者他做某些行為 是違反了立法會的宣誓誓詞 那就可以將他DQ 周浩鼎也說出來 就說要DQ郭榮鏗 其實說這麼多話 無非是為了DQ民選的議員 對吧 必須說這麼複雜 直接畫出搶好 不需要再油抱琵琶半遮臉 終極目的就是想DQ議員 就是要圍著一旦民主派 拿到過半數的議席 你就要DQ幾個 使得他不夠過半數 那就可以繼續操控立法會 就是這樣 有另一種說法就是 可以將整個立法會DQ 然後就成立一個臨時立法會 按插所有建制派的人 進入這個臨立會當中 到時你喜歡過什麼法例 就可以予取予攜 你做什麼都可以 到時全部都是自己有 全部都是橡皮圖章 好了 至於這個保安局 對於今天這個大搜捕行動 有什麼回應呢 保安局的發言人就說 在香港的法律面前 就是人人平等的 這句已經好笑了 他說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 或者是犯了法 就不需要面對後果 是啊 我也同意這句 因為凌駕法律 那些全部都不是人 對不對 那些香港警察 就已經凌駕了香港的法律 為什麼那些七警 當時真的很冤枉 走太前 這樣走去在暗角 動幾下 或者朱經緯警司 吐了一下 就已經要坐 現在那些警察 吐了多少次都不用坐 有特權 打小子 那這些是什麼 是不是凌駕法律 所以這幫人不是人 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 因為凌駕法律 全部不是人 保安局的發言人還說 如果有證據顯示 任何人犯法 無論是什麼身份 或者背景 都要面對法律的制裁 沒有人可以享有特權 人是不可以享有特權的 警察就可以了 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地依法處理 案件交由港島總區刑事總部跟進 行動拘捕了十二男二女 年齡是介乎二十四至八十一歲 有關人士曾經在去年8月18日 10月1日和10月20日 組織及參與在港島區和九龍區 未經批准集結 違反公安條例十七條 公安條例也是惡法 民陣召集人岑梓傑就說 已經就著七一遊行提出申請 到其時 若然疫情已經過去了 而特區政府又不去取消所謂的限聚令 或者這類規則 更加顯示得出 根本上你們所做的一切 不是為了防疫抗疫 而是為了打壓公民社會 如果你們是有心為了防疫抗疫的話 一早就應該實施全面封關 你就是沒有做到 一直以來到目前這一刻 你都是不做這件事 目前絕大部分的個案 都是由外地傳入的 你特區政府是不是打算這樣拖拖拉拉下去 一直拖到九月六日這個立法會選舉 然後就說 疫情未完結 就是散禁 是不是想這樣 為什麼你不要求所有入境的人 強制隔離十四天 一天都光亮了 反正全部的個案 現在絕大部分的 都是由外地傳入的 是不是 你什麼時候去做這件事 還是打算不做 浪費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